大家下午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近呢 南展很多 有些朋友呢 会买一些东南亚的品种 我就想分享一下 东南亚的品种 在悉尼是要怎么样去适应 悉尼的环境 因为东南亚的品种 在悉尼种呢 有一个适应过程 特别是冬天 好像是南园 如果要是你买苗圃的 东南亚的品种呢 大家就要小心了 你看我这两盆是 色香食福 杂交品种 它的名字叫 Persh Koreen 的色香 这两个买的时候呢 那是天气热夏天 所以说它在 我这里养的呢 都没有问题 很漂亮 但是到了冬天 它就很难挺过去 你们看一下 我这两盆呢 都是放的室内的 有一盆呢 长势到蛮好的 叶子也很有 就是说它这个冬天 能挺过去了 因为这个色香食福 冬天它也是要控水的 不要给它很多水的 所以说我是没怎么给水 就挺过来了 你再看一下 这盆是同一时间买的 但是这盆就不行 你看 你说不行吧 也可能不会 就是说它是冬眠 全部干缩 我是放的洗手间的 湿气也蛮有 就是说可能是温度不够 在我这里呢 你说很冷吧 也不会 就是室内的温度呢 都在14度左右 15度就是冬天 但是你能看得出来 它现在应该是冬眠 但是状况就没有这盆这么好 就像是挺挺不过来 希望春来的时候 它能再苏醒吧 也许它是在睡觉 就是最近的男友们呢 如果要是买了像东南亚的品种的话呢 你们呢 就要小心了 买了 现在是冬天 再说呢 你们买的那个苗呢 基本上是从昆斯兰来的 昆斯兰来的呢 因为它苗圃 它那边的气候呢 很适合 西泥呢 还是毕竟比较干燥 比较冷 要适应呢 你就买回来呢 你要放在房间里 放的最好就是浴室 空 就是不是说会很冷 一个湿度也有 这样子 就应该会好一点挺过来 不然的话呢 就会养不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 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下期再讲 其他的 东南亚的品种 期待 下期我们再见